有一个朋友发给我十张这种一毛钱的纸币 然后问我多少钱收 我说像这种品项的这种一脚钱 基本上就是面值价 也就是说十张面值是一元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 他们的价值也基本上就是一元 如果要我收的话 我给他转一块钱 他帮忙包个油 那么有很多朋友也会很奇怪 怎么有些平台里面介绍的这种 第四版的一脚钱纸币非常值钱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一脚钱的纸币都不值钱 他里面的一些特殊版本和少见版本 还是比较值钱的 比如说现在非常热门的 HU贯号 贯号也就是前面的这两个英文字幕 这一张它是RQ 如果是HU贯号的这种一脚子币 非常少 价值也比较高 一张基本上都在大几百 但是现在因为整个行情比较差 所以说是有价无事 还有就是非常特殊的号码 非常非常少见的通天号 通天号也就是说 挂号后面的数字训练号 它八个数字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八个数字全部都是1 这种号码非常好 价格也比较贵 那么大家能找到特殊版本 少见版本 一般都还是比较值钱的 但是这种确实非常的少 那么这种普通的不是少见版本的 这种一脚子币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像这种散张的 不管它是新的 还是像我手里面这种比较旧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面子价 如果是这样的一整刀 现在收藏市场上面 这种一脚子币 它的收藏状态 基本上都是从一捆开始的 像这样一整刀 它的价值也不高 面值是十块钱 一整刀也就是一百张 联号的刀币 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值在十二左右 增值了一点点 然后是一捆 一捆也就是像我手里面的 这样有十刀 一千张联号 它的收购价 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格 收购价格在一百五到一百七 在收藏市场上面 像这种散张的 和这种一刀的 基本上 收的都比较少 主要就是 收的话以一捆为主 这个价格相对于 今年上半年 是跌了一点的 今年上半年 像一脚的 这种纸币一捆 它的收购价 还在一百七到两百 那么大家要是去收藏 这种一脚钱纸币 也尽量多去收藏里面的 一些比较好的品种 比如说一整款 再就是 散张里面的 一些特殊版本 比如刚刚给大家说的 HU罐号的 还有就是首发罐 再就是 非常非常好的号码 中天号 报纸号 40号 老五号 等等 虽然说 现在整个价格方面 相比较 以前都有一个下跌 但是真正等它 退市的时候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回报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每天为大家介绍 钱币价格行情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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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